这个男人正在虐杀自己的怪胎女儿 因为自己的大女儿找到了 孤儿院联系上了叶子的亲生父母 在院长的陪同下 15岁的叶子打算上门认亲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提着灯台的短发女佣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父亲今天不在家 所以叶子得先在这里住上一晚 烤火的叶子听到了一阵阵的婴儿哭泣的声音 循着声音 他来到了一个堆满玩偶的房间 叶子惊愕地发现 那阵阵的哭泣声是这个玩偶发出的 突然身后的门自动地反锁了起来 手中的蜡烛也熄灭了 惊恐的叶子在呼救无果后 打算从小窗户爬出去 可是身下似乎有双怪手 揪着自己的裙子 刚刚躲过一截的叶子 就在走廊上遇上了一只怪手 随着拼命地奔跑 他在房间的拐角处 猛地遇上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叶子的亲生母亲 十年前诞下了一个女孩 老公却说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孩子是个怪胎 父亲才隐藏了起来 母亲接受不了失去女儿的现实 于是变得疯疯癫癫的 四月的叶子 把昨晚的诡异事情告诉了院长 院长今天就得离开 所以他安慰着叶子 你的父母都住在这里 你不用担心 一切都会没事的 女佣看着刚走的院长 就祈祷着他能安全地离开 这让身旁的叶子是一阵的蒙圈 而这边的院长在出行没多久 就遇害了 对于昨晚发生的一切 叶子依旧是历历在目恐惧不已 和父亲的见面冲淡了她的恐惧 但是房间里的怪事 接二连三地发生 半夜里的婴儿哭泣声 自己心爱的玩偶被撕碎 还有墙上剩人的血迹 叶子开始慌了 他不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了 于是他打通了孤儿院的电话 却被告知院长失踪了 迫切想要离开这里的叶子 在父亲的逼问下 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房间的婴儿声太恐怖了 父亲震惊地询问着叶子 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伤害 叶子表示那倒没有 当晚的女佣就提醒老爷 不该把叶子给带回来 父亲没有辩解 而是通过妻子的房间 爬进一个密室 密室里的怪物 就是自己的怪胎女儿 父亲用棍子敲晕了她 然后塞进了皮包里 直接扔下了悬崖 本以为万事大吉 可就在父亲处理关于怪物资料的时候 妹妹扼住了父亲的脖子 次月的叶子 在找寻父亲的时候 被女佣挡在了门外 回来的路上 就被怪物拽进了深井里 叶子拽住了一根藤蔓 死命挣扎 就在藤蔓断掉的那刻 一只大手就吓了她 这个女孩在被一个怪物追杀 眼看藤蔓就要断掉的时候 一只大手抓住了她 这个男人是院长的弟弟 她的名字叫高野 在得知哥哥失踪后 她孤身一人摸进了这个别墅 就是想调查清楚哥哥的事 在得知叶子的父亲 可能是在收藏室遇到了危险 男人打算今晚前去调查一下 这边的女佣 看到收藏室的满目狼藉 知道自己的姥爷 可能遇害了 就在她打算把事情 告诉夫人的时候 怪胎发狂了 缠住了女佣的裙子 女佣意外地被旁边的头盔 扎穿了脑袋 倒下的硫酸 把女佣的脸 腐蚀的满目疮痍 这个男人为了调查哥哥的死亡 打开了收藏室的盒子 一个面目猙獰 浑身被绑了尸体 迎面砸来 这就是她失踪的哥哥 那个怪胎 却在天窗的角落上 静静地看着 当晚的叶子 还在等着高野的碰面 怪物妹妹 却主动地趴在了她的床上 对叶子展开了追杀 这个怪物没有双腿 却跑得飞快 尽管叶子最终爬上了烟囱 还是没能躲过怪物的追击 高野在暗处 看到了被拖拽的叶子 决定前去营救 等她破开大门的时候 看到被狗头闸锁住的叶子 怪物松开了绳子 又在快要落下的时候 拉紧了绳子 在注意到 高野已经潜入的时候 怪物直接松开了绳子 眼看狗头闸就要落下 千军一发之际 高野抓住了绳子 怪物眼看自己的计划落空 便袭击了高野 高野在被打翻在地的时候 拉扯着绳子毁坏了闸刀台 而因为惯性飞回来的闸刀 直接砍断了高野的手臂 逃出来的叶子 紧握着斧头 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情况 在被突然袭击后 叶子疯狂地挣扎着 没想到 把这个怪物甩在了电网上 怪物妹妹被电的凹叫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在收藏室里营救高野的时候 电胶的怪物又来了 叶子在挣扎中 打翻了收藏室里的煤油灯 自己顺着通气恐爬了出来 这个怪物依旧穷追不舍 拿着一瓶硫酸张牙舞爪的盯着叶子 随着密室的爆炸 怪物带来的硫酸都泼在了自己的脸上 高野拖着断手就下了叶子 怪物也躺在了身边 这时的妈妈开心地跑了过来 抱起了这个满目疮痍的怪物 两人相视一笑 虽然它是个怪物 但是在妈妈的心中 它始终是自己的女儿 这是割不断的血缘之情 最终妈妈带着怪物走进了火海中